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第二届第三任党团书记长 继党团干部就职典礼21号早上来进行 议员黄永昌接任了书记长 而这场就职典礼当中呢 最特别的就是竞选国民党党主席的参选人 前副总统吴敦毅副主席郝龙斌等人都到场参加 就像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前任书记长周胜豪所说的 这场就职典礼真的是盛况空前 在他过去的印象中 兼任国民党党主席的新北市长朱立伦曾经参加过党团的就职典礼 今年呢拜竞选党主席之次 前副总统吴敦毅副主席郝龙斌 以及另外一位参选人前北农总经理韩国瑜都来到现场 非常难得的情况 也让他们几位呢意外的同框 而这次党主席竞争相当的激烈 也引发了人头党员的问题 包括了前副总统吴敦毅副主席郝龙斌 以及新北市长朱立伦等人都被媒体问到相关的问题 他们的建议应该要由党中央来严审人头党员 我们的经费前前两个 但是大家都知道